剧院里 胖子导演拉着小盒讲戏 突然有人打断 他回头一瞧 激动不已 老同学许久不见 近来可好 高峰掏出名片递过去 新上任的市长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老友相聚 少不了回忆当年 两人凑在一起说不完的话 偏偏被敲门声打断 办公室主任递来一份行程表 高峰左右为难 欲调工人举报厂长送礼 对象据说还是他的外商朋友 天知道这个朋友怎么冒出来的 新官上任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他没时间处理 看向胖子终于想到办法 你不是为剧本发愁吗 不如去乡下调查 指不定能有个好故事 言之有理 胖子带上小盒出发 然而还没出城门 车子就撞到一位老人 人群瞬间聚拢 司机吓得腿软 老太太冲出来哭着呼喊老伴 老大爷缓过神 人没事 赶紧到车吧 老太太定睛一瞧 松了一口气 车轮压着的是一条假腿 真是有惊无险 途中休息 胖子站在路边 灌了一瓶饮料 喝到底才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一只蟑螂 小和气不过 找售货员评理 对方不以为意 这算什么 没放老鼠就知足吧 这是人说的话吗 小和不依不饶 胖子却开始拉肚子 去医院看病 明眼人都知道是个小毛病 医生却开了单子要胃透 小和质问 他阵阵有词 不全面检查找出病因 怎么能随便开药 得了 你专业 你有理 胖子只想早点解脱 可检查做到一半肚子疼痛难忍 不得已中断 一流烟跑进厕所 折腾一阵 终于能安心躺下休息 但他的脸色愈发难看 女医生查房 及时发现端倪 把人推进抢救室 粗心的护士拿错了药 胖子险些丧命 迷糊之际不禁悲从中来 要小和帮忙写遗书 药效过后 他终于恢复理智 病房还有一对老夫妻照顾生病的儿子 医生来查房 老两口站在旁边嘀嘀咕咕半天 悄悄把红包放进医生口袋 朱莉的动作并没有瞒过医生 红包被拒绝了 老太太不禁埋怨 儿子的手术没希望了 胖子不解 医院明文禁止 医生不说红包是好事啊 老两口解释 写归写作归作 有钱好办事才是真理 说完又匆匆追出去 女医生坚持拒绝 却也保证尽力治疗老人儿子 晚上护士送药 胖子接过一口吞下 陷入沉睡 被推上手术台也没醒来 手术刀悬在肚皮上 女医生察觉不对 病人有这么胖吗 她转头一瞧 这才发现 护士弄错了病人 短短一天 胖子过得十分精彩 差点命丧手术台 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 办公室里 院长接待农毛市场余经理 一个送礼 一个送药 胖子带着小盒突然闯进来 摘下了名誉奖状 好事被缴 院长怒了 哪个单位的 到底想干什么 胖子留下一张名片 潇洒离去 院长和余经理同时低头 大惊失色 新来的市长高峰 这下完了 碰上市长威福斯法 除了认错 没别的路可选 他老老实实写检讨 亲自送到市长办公室 然而见到高峰 才明白弄错了人 想收回检讨 但泼出去的水 哪有收回的道理 另一边 胖子还不知道 因为粗心的错了名片 带着小盒赶往乡下 偏偏司机不靠谱 开到一半 突然停车 扔下一车人 去鱼塘里打猎 乘客们抱怨不已 可司机回来后 全都淹了 毕竟他们不会开车 得罪不起 胖子不信邪 开口说了两句 司机心气不平 回到水边处理猎物 今天也就不走了 你能奈我何 胖子成了众矢之地 乘客们反过来骂他 又凑到司机面前 送上礼物讨好 不就是开车吗 胖子坐上驾驶位 招呼乘客们出发 车被拐跑了 司机在后面紧追不舍 筋疲力尽时 拦下一辆救护车 开门一看 还是熟人余经理 救护车追上公交车 胖子健壮不妙 拉着小河跑了 小镇街上热闹非凡 出边队伍看不到尽头 小河举着相机抓拍 胖子一边看热闹一边八卦 镇上的土皇帝 税务官员老鱼亲爹去世 做生意的都来巴结 队伍里的关系户 没一个真心流泪 就连吃瓜群众 也偷偷恶作剧 打碎老人一向 看完热闹 两人寻找住处 一个巴士的标间 却要一欠压尽 甚至不提供晚饭 只因为食堂师傅 被请去烧豆腐饭了 没辙 两人出门觅食 餐馆不到五点就打烊 老板采下公公葬礼 职员们都要去吃豆腐饭 不出席就要被辞退 去杂货店买干粮 得到的答案也一样 看来是要饿肚子了 小河眼珠一转 拉上胖子 混进豆腐饭局 这倒要看看 这家主人是什么来头 能聚集所有人 院子挤满了人 两人都找到空隙坐下 上桌第一件事 放红包 小河聪明 进来红纸包了一个假红包 吃到一半 悄悄拿着相机上楼 礼物堆满房间 桌上的红包叠成小衫 小河拍下照片 被发现依旧镇定 装成巴结的人 拉着彩霞疯狂拍照 老鱼回来也没多想 被媳妇拉着拍照 还要求照片洗完之后送来 小河乐得配合 手上的动作加快 天天司机也来送礼 戳破小河目的 照片要是送到电视台 你就完了 老鱼这才反应过来 转身拉住小河 胖子纹身赶来 两人慌张逃走 混进人群才躲过司机 灰毒土脸回到旅馆 小河郁闷 在杂货店买了一包烟 胖子接过一根 却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张钱 到处其他的同样是钱 小河高兴了 天上掉馅饼啊 返回杂货店买下一整条 两人凑在一起数钱 一只十块 一包两百块 一条就是整整两千呀 胖子觉得蹊跷 还没想明白 营业员找上门要回收 小河不认账 营业员急得火烧眉毛 叫来保安王科长帮忙 人赃并获 钱被没收 送到了老鱼手里 鱼经理上门闹事 这条烟是手下的小摊主 孝敬我的 不能因为你是我弟弟 就可以强占 老鱼翻脸不认 我拿走的就是我的 鱼经理无奈只能认栽 另一边胖子还记着老同学的事 按着地址找过去 这才发现 阿贵居然就是那个 被撞倒的老大爷 老爷子提起这事就气 厂长要送出去的玉雕 是他花了两年的精力完成的 怎能白白送出当人情 今天下午就要被送走 他一定要去厂里阻拦 胖子回到旅馆 却被不知道真相于经理认出 以为自己受贿被发现 和院长一样去检察员自首了 市长身份传出 旅馆一改服务态度 经理出面赔礼道歉 豪华午餐 高级套房伺候 甚至安排保安科长守卫 胖子成了贵宾 想解释却没人听 科长是个老实人 为了将功赎过 到老于家里调查 找到了受贿证据 胖子坐不住 赶到工厂 一同阻拦玉雕出场 高峰得知情况 放下手中工作赶来 却被保安科长当成了骗子 直到拿出与胖子的合照 他才证明了自己是真的市长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胖子去了工厂 既然追不上 他便改道去见所谓的外商朋友 酒店里办公室主任也在 原来整件事都是他在背后操控 假接市长知名赚钱 欲叼被送来 商人要验货 打开箱子 却发现是阿贵 主任怒不可遏 谁搞的恶作剧 胖子应声出现 主任镇定下来 你就是那个冒充市长的骗子 下一秒 高峰及时出现 主任被抓了现行 商人见机不对 找个借口溜走 回程路上 胖子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路走来他看到的不止一出好戏 剧本有望了 影片上映于1990年 报之方指导的剧情片 由假如我是真的的影子 借话剧导演夏香采风 讽刺当时的不正之风 饮料瓶里的蟑螂 半路打猎的公交司机 看病给医生塞红包 香烟中塞钱幸贿 以丧礼之名敛财 为了金钱出卖文物 屈焉富士的各自小人 展现的淋漓尽致 用新市长的话来说 揭露不正之风 才能更好的加以整治 然而这些现象 放在今天依然存在 时代在进步 某些人的思想觉悟 却在倒退 大众们也习以为常 活生生的荒诞闹剧 可悲可叹